大家好 我是雷槍 在影片開始之前 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 你們知道6月1號是什麼日子嗎? 不知而終結啦 哼哼 不知道也沒關係 這次的影片將會分成三個重點消息 第二重要的消息就是 雷槍的主頻道終於恢復直播了 時隔三個月一共90天 雷槍終於可以用主頻道的直播功能了 終於 終於有種回到家的感覺啊 所以說 別再搞事情了 欸 你是 我是誰並不重要 只是 你之前的行為 真的讓我很困擾啊 雖然說不知道你是誰 但 感謝你的祝福 放心啦 以後我也小心的啦 FaceXX應該不會再播的啦 86也不會再開的啦 再也不會天海的啦 真的 台主我已經洗心革命了 聽說 日服工賞開抽了 蛤 哼 那我屁股真的 幹 好小XXX 晚安啦 照額眼鏡 好啦 沒事啦 沒事啦 反正 就是雷槍主頻道 最後會持續直播了 那大家 YOROSCOO 媽 姑且算是好事 第二次就是 訂閱差不多賣相了一萬訂閱了 就來個 輕量版的Q&A吧 Q&A有分輕量版的嗎 反正就是3-5T左右的Q&A 想問的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雷槍就會選3-5T最多問的問題吧 嘛 只希望大家不要問些奇怪的東西就是了 嘛 奇葩的東西有雷槍一個人就足夠了 欸 什麼意思啊到底是 算了算了算了 第三件事就是關於訂閱網劇的事情 所以從5000訂閱拖到現在 啊 這不是故意的嘛 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舉辦嘛 就 人數也不確定嘛 最大的問題是 我是在香港的嘛 要不在Discord再討論一下嗎 所以還沒加Discord就趕緊加囉 根本是惡意推銷群組啊 咳咳 咳 就這樣吧 以上就是雷槍的月報啦 月報 反正我也不知道怎麼改這影片的標題嘛 反正 只有一期嘛 也別這樣說嘛 也有可能有二期的嘛 反正 你很快也會忘了這東西的 嗯 等個瞧吧 下個月也會有的 我一定會記得的 說好的 找一個女CV 跟你一起配F9劇情呢 啊 現在找一個還來記得吧應該 反正 不要那麼快開活動的劇情啊 已經要看月神活動啦 呃 不會吧 幹 這 這來記得 對 來記得 應該來記得 哈哈 他們走了呢 他們走了呢 不會吧 會不會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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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t